生日这天 周末晨没有如约回来 我坐在桌前 一口蛋糕一口酒 就这样过完了我的23岁生日 窗外嬉嬉立立下着雨 滂沱的雨幕仿佛要迅速淹没霓虹灯下 激情拥抱的男男女女 我翻开手机 看到了十分钟前周末晨发来的信息 呵呵 生日快乐 公司临时有事 今晚恐怕不能陪你了 下次给你补过 乖 我删除了那条信息 习惯性地松了一口气 和周末晨在一起五年了 几乎每次生日都伴随着失望 像是预定好的 他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避开这一天 就像此刻 若是他突然守约回来给我庆生 恐怕我才会不习惯呢 刷新朋友圈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照片里 身影高大的男人 正倾捧着一只受伤的角图要高 露出半张轮廓分明的侧脸 眉心微微拧着 一副心疼的模样 这张照片是沈莺莺发的 朋友圈配文写着 一切都是最好的重逢 沈莺莺 是周末晨苦等了五年的白月光 大学四年 周末晨追着给沈莺莺当田狗 整个学校都转 周家大少爷快把心都掏给沈莺莺了 最爱吃的 那道葱油黄鱼 沈莺莺过生日 她亲手制作生日会的千层蛋糕 订了最贵的酒店包厢 请全班同学去捧场 沈莺莺发烧 周末晨小心翼翼抱着她去卫生室 沈莺莺没拿到奖学金 周末晨把银行卡交给她 自己用副卡 而这一切 都在那个夏天终结 毕业那年 周末晨跪在选修室外脏兮兮的水泥地板上 举着兔吊渣的玫瑰花苦等一整个下午 只未能声势浩大的向沈莺莺求婚 这场求婚 最终以失败告终 沈莺莺被众人围在中央 觉得丢脸极了 她把玫瑰花随手一扔 当着众人面警告周末晨 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绝无可能 那之后 沈莺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突然消失 整个世界 仿佛只剩下周末晨心碎的声音 鲜艳玉滴的玫瑰花顺着地面滚了一圈 最后停在我脚边的位置 周末晨叹了口气 要我替她扔掉那束花 丢进垃圾桶的时候 一枚亮闪闪的钻戒从花瓣中央掉出 滚落在地上 一切似乎毫无迹象 我也不曾想过 那枚戒指最后会成为我的订婚戒指 我和周末晨交往是在毕业一年后 那时候 我跟着父母参加一场高层宴会 去洗手间的时候 无意间撞上喝得鸣顶大醉的周末晨 我把她送回酒店房间的时候 天色已晚 她撑着床 快速扯掉领带 顺势贴上我的脸 眯着眸子问我 江河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愿意 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她追了沈英英四年 我也暗恋了她四年 如今 她说要跟我结婚 不论是醉话或是玩笑 我都愿意 那晚 周末晨蛮横地把我抵在床上 她紧敏地微薄嘴唇轻轻勾起一个弧度 像是故意地疯狂侵入 意乱情迷之间 她眼尾勾起一抹红 用手轻轻抚摸着我身上触目的红痕 声音柔软 带着万分歉意 却喊着另外一个名字 莺莺 是不是把你弄疼了? 我知道 她根本放不下沈莺莺 就像一根锐刺 身扎心脏 无论如何 也拔不下来 但那又能如何呢? 她家是显赫 从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匙 除了尽情玩乐 她不用考虑任何事 而沈莺莺身份卑微 父母都是工薪阶层的小职员 除了父母 她还得负担弟弟的生活费 他们俩 从一开始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很烂俗的小说桥段 毕业前夕 沈莺莺的父亲重病住院 周母托我把一张银行卡交给她 要她从周末辰眼前消失 毫无疑问 沈莺莺答应了 于是就有了后面那一幕 沈莺莺消失后 周末辰像变了一个人 从玩世不恭的大少爷 变成了上市公司雷厉风行的CEO 而今天这一幕 也在我的预料之中 周家和江家门第相当 近几年生意来往密切 如果能在这时候联姻 对彼此都有好处 周末辰说要娶我 应该是周父对他施压了 否则 他断不会来参加这种无聊透顶的宴会 和周末辰交往之后 我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他身上 我开始亲自下厨 给他做饭 然后送去公司 记住我们每一个纪念日 给他精心准备礼物 他出差回来 半路车出了故障 我怕他没人照顾 冒雨驱车一天一夜 只为确保他是安全的 他除了工作 什么都不管不顾 我替他打理生意上的人情往来 顺便照顾父母 周家父母的生日宴 这些年都是我一手包办 周家对我这个未来儿媳很是满意 于是 迫于家里的压力 周末辰手捧戒指当众向我求婚 只是戒指套上的一瞬间 我的心冷了半截 他给我的戒指 和当年垃圾桶掉出来的 那枚戒指款式一样 我从落灰的抽霞里翻出当年那枚 将两个戒指仔细比对 竟然连尺寸都一样 怎么了 不喜欢吗 周末辰搂紧我的腰 眼里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我摇头 暗自吞下满腔委屈 将那枚尺寸略大的戒指 松松垮垮地套上无名纸 然后违心地说一句 喜欢 这个款式很漂亮 一切爆发 是在生日前夕的晚宴 家族晚宴 我和周末辰一起回了周家 席间 他接了个电话匆匆跑出去 那一刻 我突然觉得很慌 随着他紧促的步伐 我的心也跟着砰砰地跳 我预感 可能会发生点什么 那次晚宴 我父母也在场 是两家父母头一次聚在一起 商量我和周末辰的订婚事宜 日子定在下周三 刚好是国庆节 但周末辰的突然离场 让我父母脸上有些难堪 周父想追出去 被我拦了下来 墨辰跟我说过了 公司临时有事 他必须得赶过去一趟 周叔叔 婚礼事宜 咱们定就行了 呵呵 还是你懂事 周父欣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叹了口气 又重新回到座位上 那晚 周末辰一直没回来 直到半夜 我终于忍不住给他打了一通电话 电话接通 那头是一阵断序的喘息声 墨辰 我凭着呼吸 喊了周末辰一声 电话静音了几秒 很快 周末辰的声音从那头传来 低沉 沙哑 呵呵 今晚你自己睡吧 明天我尽量早点赶回去 给你过生日 他说完 挂断了电话 我沉着呼吸 一寸寸将紧绷的心脏拨停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和周末辰私混的 应该是他公司新招的秘书 那秘书我见过 叫王莹 眉目清秀 唇红齿白 有气氛神态长得像沈莺莺 听公司的人说 周末辰对他宠得很 他们有些多嘴多舌的 把这个消息悄悄递进我的耳朵里 期盼我这个正牌女友 冲进公司 暴揍小三一顿 但我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像周末辰这种身份的人 偶尔玩一玩 无伤大雅 毕竟 只是像 又不是 直到生日这天 我看到沈莺莺突然更新的朋友圈 周末辰小心翼翼地替他涂药膏 眼里的心疼都快一出来了 那是我在周末辰身上不曾见过的眼神 我第一次下厨 给周末辰做红烧排骨时 热油烫伤了整个手背 红肿一片 周末辰只是冷冷地给丢给我一片创可贴 他嫌我弄脏了他的厨房 要我赶紧把厨房收拾干净 如今看来 大概他的心里从来就没有过我 哪怕装一下 我关闭朋友圈 带着一身疲倦进入梦乡 睡梦中 一只大掌将我揽入怀中 冰凉的身躯缓缓贴紧 温热气息猛地喷洒在我脸上 若有肆无的氧溢传来 我皱了皱眉 借助微弱的月光 和那双灼热的眉眼对视 你不是公司有事吗 怎么回来了 我淡淡开口 尽量稳住气息 其实想问的是 沈莺莺怎么舍得放她回来 虚 周末辰轻轻呼了口气 她拉过我的食指抵在唇上 另一只手则轻车熟路地侵入我的领地 浓烈的酒气像一阵风似地把我包裹 我的身体瞬间滚烫起来 那晚之后 周末辰向人间蒸发了一般 突然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订婚当天 我穿着白色定制礼服 戴着大一寸的戒指 独自站在台上 周末辰始终没有出现 一阵风声吹过 耳边响起细微的摩擦声 伴随着台下八卦的议论声 订婚只有一个人 周末辰怎么不出现 听说周总根本不喜欢江河 他们两家是商业联姻 就算有婚姻也是名存实亡 堂堂江市集团的大小节 今天也是够丢脸的了 快看热搜 同一时刻 我的朋友圈被疯狂刷屏 沈莺莺高调地分享自己盛大的生日宴 几乎请了整个大学的同学 她穿着独家定制的生日礼服 头上戴了顶生日皇冠 姿态优雅地靠在周末辰肩膀 两个人相视一笑 这美好的一幕恰好被相机记录下来 关上手机 我轻轻叹了口气 是了 今天是沈莺莺的生日 周末辰那么爱她 该去做陪的 细细的高跟鞋磨破了我的脚后跟 我弯了弯腿 用一旁的香槟桌撑住自己 微笑着向台下致歉 各位见笑了 今天 其实是我和周末辰的分手宴 感谢大家历临 吃好喝好 我说完 脱下高跟鞋 潇洒离场 我终于死心 拉黑了周末辰所有联系方式 但我没想到 意外来得如此迅猛 当晚 将是遭遇恐怖袭击 我所在的地区是重灾区 几乎无人生还 接到通知 周末辰疯了一样 冲到现场 却在一片片血色的湿海里 只找到了那枚订婚戒指 他捧着戒指 跪地痛哭 江河 你能不能不要死 那场灾难 我是唯一的幸存者 电视画面上播放整个袭击画面 状况惨烈 我坐在沙发上 脸色发白 那晚 我父亲的好友回国 邀请我们一家去宾市参加宴会 我本来不打算去的 但父亲怕我一个人在家心情不好 特意让司机提前接我 如此 我躲过一劫 但我不知道这样的好运气 还能有多久 周末辰匆匆赶来江家的时候 我正蹲在地上逗猫 他一看到我 脚步下意识地向后退了退 江河你 我冷笑一声 把温热的手腕递到他面前 放心 我还没死呢 周末辰摸了摸我的手 确保我是活着的 随后兴奋地抱住我 呵呵 你真的没有死 我还以为 我推开他 脸色并不好看 我没死你是不是很失落 死在订婚宴上应该更合你心意吧 毕竟我死了 他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和沈莺莺在一起了 周末辰拼命摇头 不是的 你误会了 呵呵 那天订婚宴我不是故意不去的 我只是 只是记错了日子 呵呵 我爸已经找人算过了 下个月初五也是个好日子 到时候我们重新举办一次订婚宴 肯定比这次的还要风光 周末辰态度诚恳地看着我 伸手想来拉我 却被我一把躲开 周家这几年生意做得并不好 周家的企业缺资金缺资源 所以周末辰才会答应和我订婚 若是以前 不用他说 我都会带着自家资源主动贴上去帮忙 可今非昔比 我死里逃生 和死神擦肩而过之后 突然就看开了 与其巴巴地往上凑 不如找个喜欢自己的 人生这么短暂 我为什么一定要和周末辰生死纠缠 我妈文生从里屋走出来 看到周末辰后脸色瞬间变得不悦 她挡在我面前 替我回绝周末辰 江家小门小户 高攀不起你们周家 这个婚 我家和和不结了 以后生意上最好也不要往来了 你走吧 伯母 你听我解释 周末辰话还没说完 就被我妈赶了出去 那场定婚宴像个笑话一样 很快在网上铺天盖地散开 热屏几乎要冲破弹幕 堂堂江家大小街 定婚宴却像个笑话一样 真够丢人的 话说周少好像根本就不喜欢她 从一开始就是她自己硬贴上去的 你们知道订婚宴那天 周少没出现是去哪了吗? 我知道 听说周少的白月光沈莺莺过生日 她去庆生了 我这里还有他们甜蜜互动的照片呢 沈莺莺 当年A大的校园女神 没想到她和周少还有一段 不为人知的过往啊 我和沈莺莺是大学同学 当初周末尘追她的时候真是倾尽所有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才开始暧昧 听说当时沈莺莺不告而别 周末尘差点自杀呢 那江河是小三 这次沈莺莺回来 是宣誓主权吗? 那江河岂不是会死得很惨 谁能争得过白月光啊 一个破男人 有什么好争的 手指划过屏幕 指腹留下淡淡余温 我静静地看着网上的评论 心里五味杂陈 这些年和周末尘在一起 我一直都扮演卑微的角色 甚至为了迎合她 我还偷偷关注过沈莺莺的动态 偷偷学着她的样子打扮 细心钻研她的喜好 然后 像个小偷一样 把那些浮于表面的东西 一点点偷过来 再小心翼翼地展现给周末尘看 只为能够让她多喜欢我一点 现在看来 这一切是多么可笑 关掉手机 我安静地躺在床上 默默消化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突然 一道白光刺入眼睛 窗外 周末尘的大脸凑在窗户上 她举着手电光 使劲换我 呵呵 快开窗 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打开窗户 向外叹了一眼 我家在五楼 要是稍不留意 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 但周末尘的命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皱了皱眉 我冷冷看着她 语气不善 周末尘 你要想死离远点 别在我家找晦气 我们家不欢迎你 你赶紧滚 她却一把抓住我的手 声音发抖 像个可怜的小狗一样 很努力向我解释 呵呵 我知道你是生气阴阴的事情 我向你保证 我和她真的没什么的 她现在都已经有孩子了 我们俩根本不可能了 那天订婚宴 她打电话说孩子受伤了 我担心孩子 才不得已跑过去看一眼的 没想到刚好赶上她生日 我只是送个祝福而已 呵呵 你别多心啊 我还是爱你的 话没听完 我一巴掌甩在周末尘脸上 我和你已经没关系了 这些事没必要向我解释 你滚吧 我说完 就要关窗 却被周末尘用手生生拦住 她的手被门窗夹得一片心红 但却毫不在意 只是将炙热的目光定格在我身上 江河 我这么低姿态 求你 你别不知好歹 今天我给你这个台阶 你要是不肯下 那以后可别后悔 我顿时觉得好笑 忍不住问她 后悔什么 后悔你把我一个人丢在订婚宴 去陪别的女人过生日 还是后悔没有攀附上 你那抵不上我一根脚趾的可怜家产 周末尘 你有什么值得我后悔 快滚 别脏了老娘的空气 周末尘被我气得发抖 她恨恨地盯着我 眼里一团星红 好 我走 江河 到时候你可别哭着来求我 周末尘的身影逐渐消失 我站在窗前 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 心里居然莫名有些畅快 这么多年 只有周末尘气我的份 现在 她竟然被我气得满脸通红 像个小丑一样 这之后 周末尘再没来找过我 倒是她的父母 为了企业融资的事情 三番四次来求我原谅周末尘 我爸有心把江氏集团交到我手里 要我尽快上手公司的事情 因此把CEO的位置交给我 但我拒绝了 我自知现在的能力 远不能够胜任这个职位 因此选择了一家分公司开始上手 这家公司刚开没多久 员工也大多是新人 为了谈下合作 我半夜去参加酒局 扶着马桶上吐下泻 猛吐之后 我浑身酸软 连走路都不顺 我没想到周末会大半夜追到我的酒桌上 她把我扶回包厢 替我喝完了剩下的酒 酒桌上的人不明所以 周末拉着我向他们解释 我是江河未来的婆婆 我儿媳妇身体不好 有胃病 她的酒就由我带喝了 她说完 很豪爽地直接端起面前的酒瓶 一饮而尽 我的合作顺利谈成 周母扶着我离开包厢时 忽然声泪俱下 江河 周家真的遇到危机了 你爸爸不肯帮我们 阿姨没办法 只能大半夜来找你了 就算看在末尘的份上 你能不能去求求你爸爸 就帮我们周家这一次 算阿姨求你了 周母说完 咣当一声 跪在我面前 一阵冷风吹过 我酒醒了大半 阿姨 你快起来 我只是一个小公司领导 真的帮不到你 我也求求您 就别为难我了 我说完 咣当一声 也跪在了周母面前 想用这种方式来绑架我 不可能 就在这时 周末尘的身影突然出现 他身边还跟着沈莺莺 周末尘一看到我 不由分说 上来就指着我责骂起来 江河 你还是不是人 我妈这么大年纪 你让她跪下来求你 你要不要脸 我丝毫不让 拍拍身上的土 朝着周末尘走过去 反击的声音比她还大 周末尘 你眼瞎了吗 首先是你妈主动跪下来求我 我可没有强迫她半分 你要是敢乱说 这里多的是监控 我明天就可以控告你无限 其次 你这么大人了 遇到事情连处理危机的能力都没有 连累自己的长辈大半夜跑出来求人 还好意思舔着脸在这里趾高气扬 到底是谁不要脸呢 有这闲工夫 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去解决实际问题吧 我说完 转身便要离开 忽然被人拦下 我抬起头 沈莺莺皱眉看着我 江河 你真的误会我和墨尘了 你离开她以后 她喝了好多酒 她是真的很喜欢你 至于我和她 早就不可能了 你千万不要误会了 墨尘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男人 那么好的男人 你自己留着呗 我冷笑一声 推开沈莺莺就要离开 可刚碰上她的胳膊 沈莺莺就猛地惨叫一声 脆弱得像纸一样 毫无抵抗力地摔在地上 这套把戏也真够拙劣的 我没理会她 转身欲走 万上突然一道重力传来 周末狠狠将我扯住 江河 你闹够了没有 莺莺也是出于好心劝你 你为什么对她下手这么狠毒 我下手狠毒 我几乎要气笑了 当着周末尘的面抬手一巴掌 重重落在沈莺莺脸上 随即看向气风的周末尘 冷冷开口 你要是再敢惹我 我会比这更狠毒 我说完转身潇洒离开 周末尘被我彻底激怒 她眼圈心红 发怒朝我的背影狂吼 江河 你这个蛇蟹心肠的女人 你别以为有两个臭钱了不起 就算没有江家 周氏集团也倒不了 你这个疯女人 我才不会要你 江河 我等着你回来 求我 午夜街头 稀薄的空气里染了一丝冷冽 远处的霓虹灯还在不停闪烁 斑驳的光影影影绰绰 似乎在诉说一个又一个凄美的故事 我站在天桥上 听着寂静的流水缓缓滑过 脑海里 忽然闪现出几年前 和周末尘初次约会的画面 也是在这个天桥 出门前 我精心打扮 换上新买的连衣裙 特意提前了半小时等她 可一直到晚上 周末尘也没有出现 我刚准备离开 又突然接到周末尘的电话 他说自己记错了时间 要我去七向街的酒吧等她 天桥在最南端的位置 而七向街却在最北端 几乎横跨整个江市 但那时候我对周末尘的爱 炙热到了极致 挂断电话 我就飞奔过去 我在酒吧等了两个小时 依旧没看到周末尘的身影 打电话也没人接 我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个包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 我默默走过去 透过门缝看到周末尘坐在包厢中间的位置 身边美女环绕 她抽着烟 神色倦怠地和其他几个公子哥扯闲篇 不知怎么就弹到了我身上 我看到周末尘脸上闪过一抹戏血 她抽着烟 毫不在意地开口 江河那个傻子 还以为我真的会和她约会 她以为她是谁 要不是她爸有两个臭钱 和我家有生意往来 我才看不上她 你们知道吗 今天我把她耍得团团转 包厢里很快传来一阵哄笑 我站在门口 身体色缩成一团 原来她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和我约会 那一刻 我心凉得透彻 准备离开的时候 周末尘突然看到我 她追出来向我连声道歉 我不肯原谅 大半夜 她赤着上半身 给我打视频 纵身跳下了天桥 天桥水冰凉透骨 那个时候 还是深秋 夜里冷得紧 我赶到的时候 周末尘正躺在医院里 身上插满了针管 她拉着我的手向我道歉 那时我心软原谅了她 却没想到惹来这么多的后患 江水悠悠躺过 掀起一片涟漪 我站在天桥上 安静地抽完一支烟 烟灰带走了 我对周末尘最后一点眷恋 那晚之后 周末尘一家没再来找过我 而我的小公司也忙得焦头烂额 好不容易闲下来 闺蜜非要拉着我去看新出的电影 我提前到了电影院 却没看到闺蜜的身影 电影快开场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闺蜜 催她快点 电话那头却传来呻吟声 闺蜜的声音带着嘶嘶沙哑 呵呵 我男朋友今天提前回来了 恐怕不能陪你看电影了 你自己先去吧 我这里要是完事早的话 再赶过去 哎呀 讨厌 清点吗 暧昧的声音快要冲破话筒 我迅速挂断 买了桶爆米花 独自进了电影院 却没想到会在这时候遇到周末尘 她和沈莺莺手牵着手 十分暧昧走进电影院 我刚想离开 就听到沈莺莺的声音追着我喊过来 这不是江河吗 你自己来看电影吗 我转过身 就看到周末尘怜悯的目光看向我 江河 我家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你不用躲我 我周末尘也是有尊严的 不会事事都靠你 那就好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我说完 就打算离开 却被周末尘再次拦住 她的目光落在我怀里的爆米花上 语气里多了一丝嘲讽 离开我 都没人陪你看电影了吗 你要是不介意 我可以再陪你看最后一场电影 不用 我 我今天是跟我男朋友一起来的 是吗 才离开我多久 就迫不及待找男朋友了 周末尘的脸上出现一抹不易察觉的失控 但她很快控制住 紧接着朝我追问 你男朋友人呢 不会是个连现身都不敢的胆小鬼吧 还是说 江河 你根本没有男朋友 用这么幼稚的谎言来激怒我 欲擒故纵吗 我攥着爆米花筒的手微微紧了紧 目光在人群里闪过 努力追寻 忽然 一个白衬衫少年出现在我面前 她把一包刚炒的糖栗子递到我手里 声音甜甜 姐姐 对不起 我去帮你买你最爱的糖炒栗子 所以迟了点 电影开场了 咱们快进去吧 她说完 拉着我的手 静字离开 却听身后某人破防的声音响起 江河 你真是饿了 居然连我弟弟都上 你怎么会在这里 萤幕上正在播放电影最高潮部分 我低着头 小生对身旁的少年开口 周文生 周末辰的堂弟 因为父母离异的原因 不受周家人待见 被处处针对 好在周老爷子喜欢他 大学还没结束 老爷子就把他带去了国外留学定居 听说这些年事业有成 另起炉灶 在国外有自己的上市公司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想必这次替周家生意解围的人 就是他吧 正想着 忽然手背上一阵暖意涌来 周文生浅犬的眸子坚定地落在我身上 他声音温柔如水 姐姐 我这次回来 是想跟你结婚的 开什么玩笑 我比你大两岁呢 一时慌乱 我抓了一把爆米花塞进嘴里 却被呛得不轻 周文生连忙递过来一杯热饮 他笑着看我 语气里净透着些宠溺 姐姐 我从上高中时就喜欢你了 但是你太凶了 我不敢靠近你 只敢远远地暗恋 后来我终于和你上了同一所大学 我知道你早上没有吃早饭的习惯 就每天买好饭再拜托宿管阿姨带给你 你外公去世那天 我看到你自己蹲在操场哭鼻子 但是我不敢安慰你 怕你更难过 就坐在操场的另一边 陪你坐了一整晚 那天我本来是想跟你表白的 可惜家里的原因 我不得已去了国外 所以一直都没有机会 现在我听说你和表哥的婚礼取消了 就迫不及待跑回国 我怕再次错过你 江河 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很想你 我脸上闪过一抹诧异 侧头看向周文生 你是说 大学里每天给我带早饭的人是你 那晚在操场陪我的人也是你 不然呢 你希望是谁 电影《光运》打在周文生的侧脸上 一时让我有些恍惚 回忆逐渐上头 我的思绪渐渐被久远的大学时光填充 上大学的时候 每天早上 宿管阿姨都按时给我送上早餐 有一次我好奇下楼去看送餐者 却只捕捉到一个背影 问了宿管阿姨 阿姨只说那男生长得很帅 姓周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 是周末晨 外公去世那天 我装作无事出现在葬礼上 努力扮演懂事的孩子 不断安慰爸妈 希望他们心里面可以好受一些 回到学校 我的心瞬间就碎了 我从小是外公一手带大的 和外公相处的时间也最长 小时候 爸妈忙生意 没时间管我 外公怕我缺爱 每次周末放假 都要带我去国外旅游 带我见证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 教我很多人情知道 外公是脑梗去世的 他去世时 躺在洁白的病床上 身上插满了针管 他看到我 很努力握住我的手 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叮嘱我 呵呵 答应外公 一定不要哭 外公离开的时候 不想你哭 我重重点头 那天强撑着送走了所有的亲戚 回学校的时候 我还听到有亲戚在我背后议论 老爷子生前那么疼他 他连滴眼泪都没掉 真是不孝顺 我没理会 默默回了学校 可一离开葬礼 我心里那根弦就彻底崩塌 那晚 我一个人坐在操场 寒风刮过脸颊 生疼生疼 在无人的操场 我放声大哭 哭到一半 忽然有人递来一张纸巾 我抬头的时候 那人已经背对着我坐在操场另一边 模糊之间 我大概记住了他的轮廓 和送早餐的背影一模一样 于是 周末辰成了我世界里的一道光 思绪收回 我这才意识到 原来出现在我世界里的那道光 从一开始就不是周末辰 竟然会是周文生 这个我连印象都仅限于 周末辰表弟的男人 我以为去参加周家宴会 是我和周文生第一次碰面 竟没想到我们之间有这么多渊源 人生 还真是惊喜不断 电影落幕 我和周文生一起走出影院 不巧的是 外面刚好下起暴雨 我只穿了条单薄的连衣裙 周文生健壮 很绅士地将他的外套给我披上 影院的人陆续出来 看到暴雨 都挤在门口的檐下等车 空间一时有些拥挤 周文生怕我被挤到 干脆用壁弯将我圈住 像小狗一样 紧紧护在我身前 近在咫尺的距离 清凉的松香没入我的鼻息 我甚至能够感觉到周文生温热的呼吸 我默默打亮着眼前的男人 没注意到他迅速捕捉的信息 一下子撞入那双漆黑如墨的毛子里 四目相对 我的脸颊传来阵阵灼热 湿热的气温此刻将我紧紧包裹 周文生忽然抬手 轻轻抚过我的脸颊 微薄的热感蹭着脸颊划过 一阵酥麻的电流迅速划过 我的脸颊微微发痒 瞬间飞红 甜甜的奶音很快在耳边响起 周文生低声解释 姐姐 你脸上刚刚有个小虫子 我淡定点头 却在心里暗自指责自己 一个小奶狗 就差点方寸大乱 江河 你可真没出息啊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 雨渐渐停了 司机开车过来 周文生拉着我上车时 手机突然响了 我看了一眼屏幕 是周末辰的电话 索性关机 可下一秒 周末辰却狼狼地拦在车前 他浑身湿透了 看到我 就拼命冲过来敲玻璃 车窗缓缓降落 我不耐烦地看向周末辰 有些生气 周末辰 你还想干嘛 呵呵 你是我的 不能跟我弟弟乱来 你这样是道德败坏 你下车 只要你肯说句软话 我现在就原谅你 我们明天就结婚 我现在就带你去买钻戒好不好 周末辰站在雨里 态度卑微到了极致 看我的时候 连声音都在发抖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失态 未等我开口 一旁的周文生已经按捺不住跳下车 一把将周末辰扯开 语气霸道地警告他 周末辰 你把江河当什么了 什么你的我的 他是属于他自己的 实话告诉你 我这次回国 除了收购周氏集团 另一件事就是为了江河 集团收购后 你以为你还是周家大少爷吗 醒醒吧 你现在这富贵样子 拿什么给江河幸福 又有什么资格跟我抢 你那个白月光不是回来了吗 你去找他呀 明明就是渣男 装什么深情 希望你别把周家的脸给丢尽了 周文生说完变上了车 车子很快消失 隔着反光镜 我看到周末辰摔倒在雨幕里 若是以前 我肯定心疼坏了 可现在 我没有任何感觉 甚至觉得有些滑稽 怎么样 他没吓到你吧 手背传来一道暖意 周文生关切的目光落在我脸上 我摇摇头 他微笑着把我冰凉的双手捧进怀里 紧紧捂着 你的手很冰 是不是受凉了 我去帮你买杯热饮 车子徐徐停靠在路边 周文生去给我买热饮 我坐在车里等他 怕我受寒 他特意把暖气开到最大 温热的空气将我包裹 也逐渐融化了我冰封的心 晚上回家的时候 闺蜜笑咪咪坐在我家客厅 看到我回来 他连忙迎上来 刺探军情 怎么样啊 江大小节 这次我给你签的姻缘线还满意吗 我给自己倒了杯水 没好气地看向闺蜜 还说呢 自己去勾男人 把我一个人扔在电影院 要不是周文生突然出现 我今天估计会 周文生这小子不错吧 一回国 先奔你这来了 闺蜜笑嘻嘻地坐在我面前 一张嘴 全是关于周文生 我好奇打量他 忍不住问道 今天是你故意做的局吧 你和周文生早就认识 对啊 高中时候就认识了 小屁还不敢跟你表白 就经常给我买点东西 孝敬 向我打听你的消息 闺蜜一边说 一边凑在我耳边 突然震惊起来 话说周文生现在事业有成 又不远万里 跑回来追你 你真的可以考虑考虑呀 而且 他为了你连周氏集团都收购 那简直是六亲不认 明明可以帮周家一把渡过难关 就因为周末辰欺负你了 所以他直接收购了周氏集团 现在周末辰没了身份 接下来应该会过得很惨 我叹了口气 怪不得今天听到周文生说什么 收购周氏集团的事情 原来 周末辰说的事情解决了 方法就是把集团拱手让人啊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我倒要看看 周末辰没了全事 他那个白月光还会不会 像狗皮膏药似的 粘着他不放 周家的消息很快上了热搜 听说周家的宅子是在老太爷名下 老太爷刚立了遗嘱 要把老宅子过户到小孙子周文生名下 没想到周文生一回国 直接搬出老爷子 要把周家母子赶尽杀绝 我躺在床上 边吃菠萝 边刷着网上的热搜 心里却没什么感觉 突然 手机响了 接通电话 那头很快传来周文生的声音 软软糯糯 奶奶的 还带着鼻音 姐姐 出来 带你玩 没兴趣 别骂 乖 我就在你家楼下呢 现在在院子里和伯父喝茶 快下来 放下电话 我一个鲤鱼打挺立刻从床上爬起来 换了衣服 我快速下楼 刚出门 就看到我爸和周文生一起坐在院子里 谈笑风生 不亦乐乎 看到我 我爸连忙朝我招手 呵呵 文生这孩子真不错 这么年轻就有一番作为 你也老大不小了 爸爸想听听你的意见 什么意见 我 我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爸 我们约好了要出门 今晚就不回家吃饭了 我说完 匆忙扯了周文生离开 上了车才发现 他今天没带司机 周文生坐在主驾驶的位置 侧身替我系好安全带 然后递过来一包糖炒栗子 姐姐 今天带你去一个浪漫的地方 什么地方 去了你就知道了 车子急驰而去 很快到达了目的地 是云顶之屋 也叫生死牙 据说之前失恋的男女 都会来到这里极限跳牙 跳下去相当于死了一回 再回来的时候就相当于重生 也就放下过去那段感情了 我站在崖顶 望着底下盘旋的深渊 心情复杂地看向周文生 我早就不在意周末尘了 根本没必要来这种地方 而且我恐高 咱们回去吧 周文生却很坚持地握紧我的手 他附在我耳边 声音温柔地能掐出水一样 姐姐 你不用跳 我是想让你帮我见证一下的 你在这里看着就好 我跳下去 是想告别以前懦弱不敢表白的自己 再次重生后 我要变得勇敢 紧紧抓牢你 他说完 猛地挣脱我的手 眼含笑意 一跃而下 我站在万丈高的深渊前 双腿止不住地发抖 心里却万分焦急 以前听说这里的安全绳出现过问题 周文生他不会有事吧 正当我焦急如焚的时候 一个甜甜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姐姐 可以嫁给我吗 我回过头 周文生的脸刚好凑过来 他顺势朝我吻了过来 我能真切地感受他的心跳 一颗滚烫的心跳 他的唇落在我的额头、眼睛、鼻尖 最后 食热柔软的触感附在我的唇上 舌尖香浓 像暴风雨一样 来得猛烈 让人措手不及 更无法抗拒 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 我和周文生告别 刚走到家门口 就看到一个不速之客 周末尘浑身狼狈地坐在地上 空中下其雨 他也丝毫不动 短短几日不见 他整个人似乎颓废了一大截 脸上的胡子梅瓜 和平日里风光无限的周家大少爷形象 截然不同 一看到我 他便拼命朝我跑过来 呵呵 我错了 他一边说 一边从怀里拿出一个袋子递给我 香浓的栗子味道很快扑散 我淡淡看着周末尘 却并不伸手去接 他急了 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拼命把那袋糖炒栗子塞到我手里 呵呵 我知道你最喜欢吃西苑街的糖炒栗子了 我去买的时候 老板说只剩下最后一袋了 我怕被雨淋湿 特意捂在衣服里 给你带过来 希望你能吃上热热的炒栗子 呵呵 我真的知道错了 离开你我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冷冷一笑 看着袋子里已经被雨淋透的糖炒栗子 心里一阵酸涩 原来周末尘是知道我的喜好的 他知道我喜欢吃糖炒栗子 可以前从来不放在心上 还记得有次我生病 他问我想要什么 我说想要西苑街的糖炒栗子 周末尘答应给我买 但下班时 他像打发叫花子一样 丢给我两个冷馒头 那次我很生气 跟他冷战了一个月 可他却认为我在无礼取闹 不就是个糖炒栗子吗 你至于吗 馒头不是一样能吃 生病了还挑三拣四 此刻 我望着那些糖炒栗子 只觉得有些可笑 我怀里的糖炒栗子被我一把打落 很快滚进鸡羽的水坑里 周末尘满脸不解 像丢了宝贝一样 他在地上一颗颗地捡 我望着他的背影 忍不住一阵冷笑 迟来的深情抵草剑 周末尘 你省省吧 我说完 转身进了屋 那天晚上 周末尘在我家楼下 捡了一晚上的糖炒栗子 接下来的一个月 周末尘都没有再出现了 我答应了周文生的求婚 订婚宴上 他把早就订制好的戒指替我戴上 他动作轻柔地将钻戒套在我的无名纸上 尺寸确实刚刚好 不大也不小 情到深处 周文生突然俯身用力朝我吻了过来 宾棚满座 掌声哗然 都是对我们的祝福 宴席散去 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是沈莺莺打来的 我接通电话 那头的沈莺莺声泪俱下 哭着求我 江河 末尘现在在医院呢 你离开他之后 他每天都喝酒 他的胃本来就不好 医生刚刚确诊了胃癌 他现在躺在病床上 疼得打滚 嘴里不停喊着你的名字 江河 你就大发慈悲 来医院看看他吧 算我求求你了 周末尘一直都有胃病的 以前他参加酒局 都是由我代劳的 现在没人管他了 没想到他会喝成这富贵样子 我皱眉 对着电话那头不耐烦开口 我和周末尘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应该去通知他的家人 我说完 刚准备挂断电话 突然听到那头传来一道暴躁的声音 是周末尘的声音 他埋怨沈莺莺 你告诉江河干什么 你给我留点体面行不行 我不想让江河担心我 不等他说完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现在和周末尘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说句难听的 就算他死了 也不关我事 周文生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 他轻轻缓住我的腰 声音软软的 姐姐 订完婚了 我们可以睡在一起了吗? 不可以 结完婚再睡 我轻笑着捏了捏周文生的脸 看他失落的表情 觉得很有趣 半晌 我侧头问他 听说周末尘得了胃癌 你不去看看 周文生淡笑着朝我看过来 不打反问 如果老天有眼 这是渣男的报应吧? 我和周文生的婚期很快敲定 结婚宴上 我挽着父亲的手出现在红毯之上 父亲老泪纵横 对我开口 呵呵 爸爸很高兴 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你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爸 婚礼上 我抱着爸爸哭成了泪人 周文生默默帮我擦去眼泪 他笑着安慰我 哭成大花猫 就不可爱了 这场婚礼 最终是在亲人的祝福下结束 我没想到会在这时候 看到周末尘的身影 婚礼散场时 周末尘一身深蓝色西装出现在我面前 他的头发白了很多 脸上皆是沧桑 好像一下子老了几十岁 我差点没认出他 看到我 周末尘颤着身子朝我走来 他一边走一边冒冷汗 看起来病情已经十分严重 但今天是我的好日子 我不想被他扫兴 因此 转身就打算离开 可周末尘直接拦在我面前 他双手颤抖 从兜里很费力掏出一枚戒指 戒指上还沾着血 是我从那场袭击里逃出时 不小心掉在小区里的订婚戒指 上面染满血 却不知是谁的血 我的心微微沉了沉 却听周末尘沙哑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他把戒指举到我的面前 几乎用祈求的语气和我商量 呵呵 我快要死了 我是偷偷从医院跑出来的 这枚戒指放在你身边好吗? 就当是我永远陪着你 临死之前 我最后的愿望就是 希望你能原谅我 呵呵 够了 我接过戒指 当着周末尘的面扔进垃圾桶 周末尘 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况且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至于你死不死 就更加跟我没关系了 话还没说完 一只大掌软软握住我的腰身 周文生霸道地将我护在怀里 冷眼瞧着周末尘 警告他 周末尘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的妻子 否则 我会请律师出面 他说完 大横将我抱起 俯身在我额头上落下一吻 声音暖暖 老婆 我带你回家 那天之后 周末尘的病更加严重 回到医院以后 周末尘身体状况日渐严重 却还嚷嚷着要问护士买酒喝 他说酒能解千愁 喝了酒 胃疼的时候 江河一定会来阻止他 可他一直喝到吐血 江河也没有出现 最终 周末尘病情恶化 离开了人间 临去世前 他拼命攥紧发白的床单 含糊不清地朝身边人恳求 今天西院街的糖炒栗子开门 帮我买给江河 他喜欢吃热的 一群白衣天使围着他 没有人认识江河 也没人帮他买糖炒栗子 只有无数冰冷的器械刺入他的身体 听说人死前会让生前所有重要的场景重现 可是周末尘闭上眼 脑海里只反反复复出现江河的名字 或许直到死的那一刻 他才看清自己的内心 原来江河在他的生命里 一直都很重要的 可惜他从来没有好好珍惜过 人生即是如此 正是落花风雨更伤春 不如连曲眼前人